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股灾自救法到底现阶段 如果持股套牢 而且是好几十万 这个有点砍不下手的 到底要怎么样自救呢 好的 那我想这股票 几年都会出现一次 那就是依照这样的方法 去做来讲的话 可能会减少损失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说真的跌很深 像我们这次的下跌来讲 第一天跌了一千点 第二天竟然要跌了一千八百点 那你这样来不及设停损来讲的话 你就是要忍住 这个等到隧道那一道曙光进来的时候 像这次又反折了两千点 你在这个时间再做一个调解 甚至停鼠或者说停力的一个动作 理论上它也来得及 而且我刚才所讲的那三个条件 有高值率率的 有低股价性值比的 低本益比的 这三个条件都是你长线的一个保护膳 如果手中的持股没有问题来讲的话 我想这里就不遗色停损 那你如果真的看它 如果说反弹 比较少损失或小福利的来讲的话 或许可以再解码 然后因为股票只有这个价位的问题 你再找一个比较觉得不合理的一个跌 再重新再买回来 这样会比较好 那另外来讲的话 你如果习惯来讲的话 因为跌 那跌来讲就是疯狂的一个沙盘 大家都失去理智了 那通常我们 这个多头大家都会做 一直追上去 追到最后套了 那空头的阿拉比他不会做 那你说说 反逃一跳一跳一跳你给他卖 卖虽然是这个价格 比你以前所想象的还要来的 有一段差距 但是你卖完之后 因为大家疯狂的沙盘 尤其融资多沙 不是你自己沙的 甚至是证券商 因为你超过 他那个风险控制他还会沙 所以说你这里来讲的话 相对就可以找到短线停损的 短线比较错沙的一个低点 这样你卖低买更低来讲的话 你钱要出来的 那你要保留多一点现金 像这些钱来讲 就是将来这个 付筹的一个很重要的筹码 你能够看到底部很成型的 这些资金再把它做加码的一个动作 那也就是说 遇到反压的时候 你就做捲码 因为像现在2万2以上套了很多 他要攻上去来讲 步步为奸 除非有特殊大的利多 所以譬如说资金面真的很好 或者说有一个新的什么题材来讲 或者来讲 这压力期短期内是不容易过的 那你等这个扩大乖离 又开始在下跌的时候 你在这种慢慢做回补的动作 那另外比较惨的就是说 有些人像他安平 尤其你如果说做信用交易农资加码的话 农资都已经跌到 这个农资维持率都已经130了 那一台你接到补缴令好几百万 那你又去补 但是又跌 那你又超 那最后我看到很多投资人的历史 就这样来讲的话 整个就出现 这个除了补钱之外 瞬间几天那些钱就不见了 而且甚至到最后都会被砍头 所以千万不要逆势加码 甚至最不可以的就是用农资去加码 你相对来讲的话 要把农资维持率比较低的 表示说你已经套牢一段时间 先把它砍掉 再找一个更低的点 你如果不甘心的话 或是说其他比较优责的股票 再来买回来 你这样来讲的话 相对减少损资 甚至你还可以转亏为赢 反败为胜 所以说要恍惚打底结果之后 比如说现在弹上去 拉回来 比如说2万2拉回来 又要回撤2万的时候 如果有支撑来讲的话 在第二波往上攻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真正的一个 恢复多头的一个时候 如果我不是用融资 我是用现股 现股操作在现阶段 是比较安全的 那就像刚才柯瑟讲的 如果我本来是要用拧毛巾的操作 我卖低 我现在亏损了 我卖低 因为我想要买更低 我避开中间这段亏损 但是在我第二次买更低 我觉得它差不多要逐底 差不多要反弹的时候 如果它又再往下破 怎么办 那往下破继续再往下卖 多头你会连续追 但是你空头的话 你不敢连续往下卖 所以说忘记它的价格 但是你保有原来的一个持股的话 未来来讲一反弹 譬如说你的成本本来是100块 你这样的一个操作 你的成本可能会变70块 再操作如果比较厉害的 可能较60块左右 一反弹 还没到大家套牢区 你就已经解套 所以说你就会变你利益不败之敌 所以不太可能用同样的一种方法 走遍天下 但是我们在实战的操作当中 一定有很多的SOP 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 该怎么样处理 那如果盘势又不如自己预测的时候 要怎么样自保 都有一些方式 好 那我们谈完了自救的方法之后 接下来的选股 那实战上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照我们刚才的一个逻辑去看 第一个来讲低股价净值比 事实上我刚才有提过 像以远东兴来讲 它还没有资产重估 净值得47块 那股价还34块 加上它每年有获利 有配息 这样的股票相对来讲 它抗跌性就比较强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包括黑松的资产股 那这个长龙 阳明 跟任泰新 这个还有宏准 这些台化 后升 荣运 神达 宝城 这些股价净值比都非常非常低 那你买这 即使被套牢 你用现股买来讲的话 抱着也相对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另外第二个就是法人加码股 在跌的过程当中 法人还肯去买的这些股票来讲的话 你可以跟着法人的一个动作 也不一定啦 因为有时候外资买的时候 突然间那一天就会大涨 那时候你要等它回党的时候再买 有时候法人一直杀杀 杀不下去的时候 也或许又是一个买点 这是一个逆向思维 那这些来讲 包括国泰金 连电勤创严大金 望宏 这些都来讲的话都是 所谓第二季以来 他们比较琢磨的一个标的 那投信来讲的话 相对比较偏 中小型股 那他这些来讲 金融股也是蛮多的 那包括大神钢 易光 这些都相对投信 有可能纳入高 高股息殖利率的 ETF的一个成分股 那另外来讲的话 长线 就是在扫描一次 人工智慧 就是这些 台积电这些 那另外航运股我也蛮看好的 因为它的一个 获利真的基于预期 那军工来讲的话 我想前世界地盐政治 打仗的 这个 这个 好像花卉的一些 所谓军工 产品来讲的话 可能越来越多 那机器人来讲的话 这未来配合AI来讲的话 像广民 华汉 这也可以看一下 那资产股 我也上次有一个 专题也提过 这些股票来讲 未来 10年的一个 都更的一个 大趋势来讲的话 只要你品质 这个账户很标准来讲的话 这些资产股 我想都是 不错 那另外来讲 你可以在跌市当中 开始 布ETF 那要慢慢买 每个月买 买到一定数量来讲 你应该 这个 长期来讲的话 就照我们的一个策略 应该可以赚一些钱 那哪一些个股可以留意 我们是不是能够 举例来收益 第一个来讲 叫任泰鑫 那因为他受到 南山能受的一个影响 手机还要2.42 而且未来10年的推案 没有问题 那这期来讲的话 法人也在买 那你就趁 稍微回档整理的时候 那加上他本身的一个 净子也蛮高 所以说 这样的一个个股来讲 就是 开始慢慢布 他的一个所谓的底 这个 基本的一个筹码 应该是比较好 那第二个来讲 我还是蛮看好散装的 那散装 这个星星 我们上次介绍过 他就从24块 一直拉到34块 有10块空间 那现在回到25块 26块来讲 应该又是一个 第二只脚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布局店 那他本身来讲的话 油轮 这个散装 两个主要业务 都获利来讲 有可放倍增 所以就今年来讲的话 他的一个基本面应该没什么问题 而且他的一个殖利率 去年就已经3%了 那加上他目前又低于禁止 所以说这里来讲 也是一个禁合后 退守 可守的一个标的 那另外来讲 全创 那这里因为他有一个 这个封装的一个大未来 那加上法人多多空空来讲 我想这里 或许来可以 可以堵他一个转机 那未来要减制1.2元 或许可以看看 已经好几年没有涨的一个情创 是不是在法人 未来真正大幅介入的时候 或许前创还有机会 因为他的镜子真的非常非常高 高达25块 所以柯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也提醒大家 这个骨灾自救法 有时候持骨套牢 有的是可以自己续报 但是有一些 也许应该要当机立断 停损出场 您才能够有更多的资金 来迎战下一波的掌势 今天非常谢谢柯色 也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